这次我们又是要找一条方程的整数解 这条方程就是这样的款式 如果我们把未知数放在一边 把G组的数目字放在另一边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变形 就是1 over x 加1 over y 再加1 over c 这些东西就会等于 4 over 5 然后就是我们平时一般见到如果有三个未知数的不定方程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当 x 是大过或者等于 y 一个大过另外一个 我们首先一开始就假设有这个条件存在 然后我们最后才拔走这个条件 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变成 c 1 over c 再加1 over c 再加1 over c 这三个东西就会大过或者等于我们上面的这一条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今次这一条式 左手边这三个东西 谷不在一起就是3 over z 这一条东西 那么右手边呢 我们知道右手边是一个等式 那么就等于4 over 5 那么如是者呢 我们就可以缩责到 c 的这个取值法 那么 c 这一条东西呢 就是小过或者等于15 over 4 的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第一步就讨论了 第一步我们就讨论了三个 c 加在一起是如何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就不如只拿一个 1 over c 拿出来看看 究竟就会变成如何 那么1 over c 这一条东西呢 当然就会小过1 over x 加1 over y 再加1 over c 这一条东西了 那么如是者呢 这一条东西呢 那么又会变形了 那么 那么 就是1 over c 因此就小过4 over 5 那么所以呢 c 的取值范围我们有多一个条件了 那么c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过5 over 4的 那么我们有1 2 两条式夹出来呢 就有这两个条件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缩责到c的取值范围呢 就知道它介乎在5 over 4 和15 over 4之间的 那么但是这次题目呢 我们要找正...不是正 是整数解 那么c这个东西呢 在这两个分数之间的整数解呢 就不是很多的 那么有两个 那么它第一个解呢 就是2 第二个解呢 就是3的 那么怎么找回其他一些呢 那么我们一会间就会分情况 讨论c等于2 和c等于3的情况的 那么说到如果c 这个东西等于2的人呢 那就是这个可以带2下去了 那么这里我们既然有一个分数的话 就不如将它踢到右手边啦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有 1 over x 加1 over y 这个东西呢 等于3 over 10 那么既然呢 那既然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分数 那么不要忘记了 我们之前就比x 大个等于y 大个等于c 这个东西的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情况呢 那么我们又跟 做回c之前做的东西一模一样了 那么重复一次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会当这个东西 取一个最大的东西 就是 1 over y 加1 over y 这个东西呢 就大个或者等于 1 over y 加1 over x 那也就是 2 over y 这个东西呢 大个或者等于 3 over 10 那么 由这一条式呢 我们就可以缩择y的第一个范围了 y的第一个范围呢 我们就会有 y 小个 或者等于 20 over 3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条件啦 那么 第二条式呢 就是这样 我们又只拿了一个 那么 1 over y 这个东西呢 今次就小个 这一条式 那么这一条式 我们知道就等于 3 over 10 那么有这个条件呢 我们就 有y的第二个 取值范围了 那么 y的第二个取值范围呢 就大于 10 over 3 那然后这两个一夹呢 我们就会出回 y的真正的夹在两个分数之间的取值范围 那么就是 它介乎在20 over 3 和10 over 3之间啦 那然后 y又要符合 整数解的这个条件 那结果 它就 只可以在3 只可以在3 和7之间选的 那 那 它又不会等于3 又不会等于7 那 但是又要整数 那 y就只有4,5,6可以选了 那 今次就会等于4 5 或者6 那 那 如果我们代入y 是4 的话 而c 这个东西又是2 那 那 我们今次就会得出 x 对应 对应4 的话 如果y等于4 那 x这个东西呢 就会计算到等于20 那 如果y等于5呢 x这个东西就会等于10 那 如果y等于6呢 那 发觉x呢 就没有解的 那 那 关于c等于2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子 那 我们会有 这一组解 那 那 那 我们上次就讨论了如果c等于2的情况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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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重复之前的动作 就可以缩达到Y的垂直范围了 在这一刻,在这里我们就不选择地做了 如果我们执行了这个动作 Y的垂直范围就介乎在2和5中间的 但是不等于 而且Y我们知道需要找一个整数解的话 没得选择,Y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Y等于3,第二个选择就是Y等于4 然后呢,我们已经有两个数据 我们代回到这一条方程,就会找到X 发觉呢,在C等于3,Y等于3的情况之下 X是无解的 而对于Y等于4的情况,X其实也是无解的 那我在这里说无解的意思呢 那其实是指没有整数解的意思 那既然是这样,即是C等于3,这个东西全均覆没 那如是者呢,我们其实搞这么多东西 结果就是得出两组解就可以生存的 那第一组呢,就是X等于20 Y等于4,而C等于2 那第二组呢,就是X等于10 Y等于5,而C等于2 那之旦是,现在就是时候讨论了 我们之前就做个assumption 那就是assume呢 在X等于Y等于Y等于C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两组解 那而对于原本的这一条方程呢 原本这一条方程,那它其实是有对称性的 就是X,Y,C任你调,怎样调都可以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解,当然 都是要符合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会整理这 就是这两组解呢 就用来调的 那所以调完之后,我们最终得出来的答案呢 那也就是X,Y,C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怎样呢 那首先整理第一组解 第一组解就是 20,4,2 那开始用来调 20,2,4,4,2,20,4,22 最后就是2,4,20,2,24 那然后呢 我们把另外一组拿出来玩 那就是10 5,2,10,2,5 5,5,2,10,5,12 最后就是2,5,10,2,15 那结果我们就会得出这12组解 那这个就是今次的提解了